嗨大家好,我是苏苏,今天我们来看奇幻电影《人生遥控器》。 拥有两个孩子的迈克是一个刚刚步入中年的地产设计师。 虽然他的妻子唐娜精心照顾着一家人的吃穿住行, 但缺乏气化的迈克却始终无法兼顾工作与家庭。 尤其是升任了主管之后,迈克更是将时间全部用在了工作上, 忽略家人的他也受到了妻子的指责。 而由于总是被各种功能的遥控器搞得晕头转向, 愤怒的迈克便决定在家夜班之前去商场购买一个万能遥控器。 可在商场乱撞的迈克却找不到遥控器, 还遇到了一个假装店员,非常想要与他交朋友的路人。 这一切都让迈克抓狂,压力过大的他随即就躺在了柔软的床上。 但他一转身,竟然看到了一个写着其他万能用品的小门。 于是迈克迅速走了进去,并发现了一个在柜台边修理电器的白发老人。 这个名叫莫蒂的老人在得知迈克需要万能遥控器后, 便带着他来到了一个更大的货仓。 在这里,莫蒂从货架上拿起了一个造型新潮的遥控器, 可迈克却感觉遥控器会很贵,怕他支付不起。 莫蒂听闻则安慰迈克,这是一个还没有登记的产品,可以免费送给他。 迈克起初并不想占别人便宜, 但在莫蒂的热情里让下,迈克最终还是接受了莫蒂的馈赠。 之后,麦克带着遥控器回了家,而由于要加班, 麦克带孩子露营的计划只能推迟。 刚刚安抚完孩子的唐娜看着丈夫顾此失彼的做法, 忍不住再次抱怨了起来。 可正在分析亚洲建筑特点的麦克根本无暇顾及, 他本想拿起遥控器暂停视频。 但他没有看到,随着遥控器的操作, 刚刚还喋喋不休的唐娜竟然被钉在了原地。 之后,自说自话的麦克继续播放视频, 而恢复正常的唐娜也直接上楼睡觉。 可在深夜加班时, 服按工作的麦克却被小狗的叫声打断了思路。 于是失去耐心的麦克情急之下便拿起了桌上的遥控器。 而让他惊讶的是, 小狗的叫声竟然随着遥控器的控制逐渐变小。 麦克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 可他反复实验后才发现, 遥控器不仅可以控制小狗叫声的音量, 还能通过快进键加快小狗的行动速度。 这个发现让时间管理混乱的麦克如获至宝。 更是拿唐娜的好友杰宁做起了实验。 虽然麦克失礼的表现让唐娜十分为难, 但面对妻子的指责, 心不在焉的麦克却只想前往商场询问莫蒂有关遥控器的情况。 而在莫蒂的介绍下, 麦克得知这个万能遥控器不仅可以控制他的人生, 还能回看他人生中的任何一个时段。 重温了自己曾经的生活片段后, 麦克也更加熟悉了遥控器的使用方法。 第二天,公司的老板叫来了麦克, 并告诉他, 只要搞定了日本人的饭店项目, 他就能身为公司合伙人。 这样麦克大感惊喜, 但在他看来, 很多与家人在一起的时间都已经成为了工作的负担。 于是麦克便跳过了与家人相处的时光, 直接进入了工作的状态。 在完成工作后, 麦克为了敷衍妻子, 又在两人放飞自我时选择了快进。 可这样的体验却让唐娜很不愉快, 他自己也完全错过了快进时的细节。 于是麦克便打通了莫蒂的电话, 想要询问具体的原因, 可他电话还没挂断, 莫蒂便出现在了他家门口。 经由莫蒂的介绍, 麦克才得知, 在快进时, 失去意识的身体会处于自动导航状态, 这样的状态会帮他熬过那些无聊的时光, 但他同时也不会记得期间发生的所有事。 而考虑到自己一直被感冒折磨, 麦克便直接快进到了恢复健康的日子。 这样的体验让麦克喜悦无比, 他也很快开始利用快进键跳过那些难熬的时光。 在上班的途中, 麦克快进了堵车的时间, 并在看到美女时放慢了速度, 而在发现自己脸色不佳后, 他又用遥控器的调色功能给自己搞了一个健康的肤色。 有了这个万能遥控器, 麦克的人生似乎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 当晚, 麦克去见了重要的日本客户, 利用遥控器, 他偷听到了这些日本人聊天的内容, 并得知了客户真实的需求。 客户返回餐桌之后, 麦克便撕毁了原本的设计, 然后提出了符合客户期待的新方案。 就这样, 麦克成功拿下了老板的重要客户, 以为自己容身合伙人的他, 当晚便为孩子们买了最新款的自行车, 妻子也得到了他喜欢的包包, 一家人都处于了喜悦之中。 可就在第二天, 麦克却得知, 老板其实没打算这么快将他升职, 这样愤愤不平的麦克随即利用遥控器定住了老板, 并狠狠抽了他几个耳光。 当晚,烦心不已的麦克又将怨气撒在了孩子身上, 得知他没有升迁的妻子虽然指责了丈夫对待孩子的方式, 但他还是很快安慰了麦克, 并希望孩子们能够退还父亲购买的礼物。 而看着孩子们在唐娜的劝说下嚎啕大哭, 无法忍受的麦克终于忍不住快进了自己的人生, 这次他直接来到了自己的亲生宴会上, 这时他才得知, 他竟然跳过了整整一年的时间。 除此之外, 由于麦克自动导航了一年, 他与唐娜的婚姻也陷入了困境。 麦克原本试着向妻子解释, 但唐娜却与他发生了争吵, 这导致遥控器再次快进了起来。 回家后, 麦克又得知, 他养的小狗羊羊竟然已经死去, 这让麦克感到了难以接受的悲伤。 而看着一整年都如行尸走肉的丈夫突然变得忧伤起来, 妻子也随即将他拥入了怀中。 麦克则向唐娜保证, 让唐娜喜悦无比, 两人的感情也再次升温。 但就在他们拥吻时, 遥控器却自行启动, 并让麦克直接跳过了放飞自我的过程。 深感困惑的麦克随即便准备询问莫蒂, 可他还没拿起电话, 莫蒂便出现在他的家中, 照麦克受到了惊吓。 而莫蒂则告诉麦克, 遥控器会记录他的使用习惯, 并自动为他进行操作, 所以平时他不想经历的生活片段都会被跳过。 得知真相的麦克本想还回遥控器, 但莫蒂却表示他不接受退货, 而麦克也发现他无论如何丢弃, 遥控器依然如影随形。 此时的遥控器不再让麦克感到喜悦, 他感受到的只有错过人生的焦虑。 而为了不让自己的人生再被跳过, 他便决定不洗澡, 直接穿上睡袍骑着单车前往公司上班。 可老板却无意中聊起了想让他做CEO的提议, 结果遥控器再次启动了快进键, 将麦克带往了他成为CEO的那一天。 而这一跳竟然跳到了十年后, 此时的他变成了行动迟缓的大胖子。 在他的影响下, 儿子也越来越胖, 女儿更是叛逆张狂, 死以妄为。 而更让他无法接受的是, 他曾经深爱的妻子竟然已经嫁给了一个名叫比尔的男人。 婚姻的破裂让麦克深受打击, 就在他暂停一切时, 莫蒂再次出现。 可面对麦克的指责, 莫蒂却告诉他, 遥控器的操作其实与他的行为有关, 每当工作与家庭冲突时, 工作就会胜出, 遥控器只是根据他的内心做出了相应的选择。 而为了赢回唐娜, 麦克便写了一张纸条, 可就在他取消暂停的刹那, 唐娜养的小狗却扑向了他, 倒地的麦克瞬间昏迷了过去, 而这一躺就是六年。 原来, 麦克患上了重病, 遥控器再次为他跳过了这痛苦的六年。 虽然麦克肥胖臃肿的身材再次瘦了下来, 他也拥有了自己的商业帝国, 但他却在儿子的口中得知, 他的父亲在不久前已经离世, 这让麦克难以接受, 他也很快泣不成声, 并随即离开了儿子的办公室。 在父亲的坟前, 麦克本想回到父亲离世的那一天, 但突然出现了莫蒂却告诉他, 由于忙于工作, 他已经错过了那个时刻, 于是麦克只能倒回了他与父亲最后一次见面的场景, 那次父亲抽空来公司找他, 但麦克却发现自动导航的他 已经变成了彻头彻尾没有灵魂的工作狂。 深感愧疚的麦克不断重复着父亲离开的片段, 并与自己深爱的父亲一一惜别。 之后,在父亲的墓碑前, 麦克得知了莫蒂的身份, 而他竟然是俯瞰人间的死亡天使。 真相带来的愤怒让麦克冲向了莫蒂, 但莫蒂却突然消失又再次出现。 深感恐惧的麦克立刻操作遥控器快进, 并来到了婚礼现场。 没有做过儿子婚礼的麦克深感庆幸, 而随着他与唐娜初次相识的纪念曲响起, 麦克便邀请唐娜共舞一曲。 期间,麦克一边感慨人生的短促, 一边与前妻聊着曾经的美好, 但看着自己的女儿与继父如此亲密, 充满悔恨的麦克便在突发的疾病中倒了下去。 之后,被送进医院的麦克醒了过来, 他的两个孩子也细心地守在他的身边。 但面对儿子取消蜜月忙于工作的决定, 不愿孩子补他后城的麦克便不顾自己的身体状况, 摆脱了医护人员, 然后又在墨地的不断阻止下, 离开医院追上了准备离开的众人。 虽然倾盆的大雨吞噬了麦克微弱的声音, 但儿子在离开之前还是看到了倒在大雨中的父亲, 车上的一家人也立刻围在了麦克身边。 而在生命的弥留之际, 麦克叮嘱儿子不要让工作取代与家人相处的时光。 在得到了儿子的保证后, 麦克又向唐娜深情告白, 然后便安心闭上了双眼。 可本以为人生结束的麦克却再次从床上醒来, 他惊奇地发现, 自己竟然还在当年那个购买遥控器的商场内, 刚刚的一切似乎就是一场噩梦。 而看着镜中的自己依然年轻, 大梦初醒的麦克瞬间兴奋地跳了起来, 他抱起了那个假装店员的路人, 并表示愿意与他做朋友。 接着,麦克又连夜赶到了父母家中, 诉说着自己对他们的爱。 而回家后,麦克叫醒了熟睡的家人, 并开始计划即将到来的野营活动。 他还告诉一脸疑惑的妻子, 他不会再为了工作忽视家庭。 而看着全家人兴奋的表情, 麦克也体会到了从未有过的快乐。 可在厨房的桌上, 他又看到了那个熟悉的遥控器。 面对莫蒂送来的礼物与卡片, 麦克这次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他随即扔掉了遥控器, 并决定从此珍惜与家人相处的时光。 好了,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别忘了点赞评论, 我们明天再见。